MING PAO 一個十八千萬,十萬八萬千萬 如果支援一次I Love You有一元 那這裡… 阿希就賺到FatFat FatFat是真的,不過不是賺回來的 你想想,如果Youtube有一個點擊 我就有一元,我就不會在這裡出現 我就會在家裡一直在玩Youtube 玩我自己的作品 有錢 哪有那麼多,沒有了 不如今天邀請兩位 對於音樂版權有專業知識的朋友 上來跟我們聊聊天,好嗎 好… 你好,我是Tony,我是版權人 音樂是我的家人 為何我會說是我的家人 因為基本上我每天24小時的生活中 都是圍著音樂 你好,我是Nicole 我是音樂版權負責人 我的音樂是… 可以說是血液中的養分 為甚麼 因為音樂在我心目中不可能缺少 而且在我工作上也不能缺少 另外的養分是一份工作之一 大家的收入也會在音樂中發生 你好,又是晚吹音樂系的時間 繼續有我和Sika 跟大家邀請嘉賓上來談音樂 今天這兩位嘉賓厲害了 是我非常尊敬和需要的人物 就是兩位對於音樂版權管理 有很深了解的人士 我們先介紹我身旁的Tony 你好 你好 還有環芽唱片的Tony 你好 還有Nicole 來自大國文化,即音樂國家的Nicole 我覺得我們今天真是天大的面子 兩位是第一次上電視 接受這種訪問的 對,因為他們大部分時間 都需要在工作桌上 埋手苦幹 我有時看到那些版權的報告 那些字很密碼 而且我們每次出版稅單 以前還有印紙出來給我們 我的信箱是無法補充的 我要自己去郵局取得 因為那些版稅單是這麼厚的 全都是A4紙 版稅是有單的嗎 以前是用紙張的 現在全都是環保 現在全都是數字 但以前還有紙張時 我的版稅單這麼厚 只是我一個人 你們有統計過全香港總共有多少位 詞曲創作者嗎 我們先別說唱片公司 只是寫曲、寫詞的 有統計過有多少人 等一下你考慮我 但如果我希望沒有記錯 因為香港有個協會 叫作曲及作詞卡 作詞卡版權協會 如果沒有記錯 我想所謂的作者、作者的會員 我相信有超過2000個 2000個… 有的 因為從1930多年或20多年開始 已經有人作曲作詞 所以累積下去 已經加加慢慢有這個數字 所以你們要處理這麼多版權資料 所以今天能夠請你們出來 真的非常高興拍攝 是 版權…音樂版權這件事 大家都一定有聽過 但真正了解的人有多少 坦白說,我入行十多年 其實我知道的都是冰山一角 適合你 你對於版權的認知是甚麼 我簡直是0.1%的認識 因為據我所知版權… 我最接觸得多版權 其實都是有時放上盤 有時放上盤平台會否有一欄 不讓我出售或要收廣告費 是因為…不知道用了甚麼版權 但其實… 坦白說,完全不認識 所以其實實質是做甚麼 從工作樓庭來說 其實版權好像很複雜 但我覺得給大家最簡單的認識 其實一首歌的版權 我們分為作曲、作詞和唱歌的位置 所以其實對於外家來說 如果想牽涉、想用一首歌 原來想用Sika,你唱那首歌 可以的 如果不用你的聲音 我只是想用作曲、作詞的時候 想用的人 還是跟我們作曲、作詞去申請 這樣就可以 但你說不是,想用Sika的聲音 這樣就要牽涉找Sika的唱片公司 申請的申請 你就可以很安全地、合法地使用這首歌 意思是… 這首歌主要分為兩部分的版權 一是詞曲版權 第二是錄音版權 即是我們聽到的版本 沒錯 最原本的版本 沒錯 如果整首歌想用來播放的 最原本版本的版本 我們就要拿錄音版權和詞曲版權 如果我不用原本的版本 我只要唱詞曲 我只要拿詞曲版權 是,可以這樣 所以剛才的個案 如果Sika想唱一些遮蓋歌 翻唱歌 然後你被社交平台、社交平台 禁止你 原因是因為你沒有申請詞曲版權 對,可能有機會被人… 可能有機會被聲稱不讓你播放 所以如果我想申請… 所以我好像很孤陋拐文 如果我真的想申請 我想唱一首歌 我會直接打給歌手嗎 還是… MICLEO JACKSON嗎 MICLEO JACKSON 我曾經在節目中 唱一首《My 2 Airpods》的歌曲 但我們不知道如何取得版權 所以我們直接去找P 問我可以用你的歌嗎 如果我想用林家謙的歌曲 便可以在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 你這種追星的方法很特別 我可以這樣做嗎 其實這樣是不行的 假設Sika想翻唱林家謙的歌曲 林家謙可能只是作曲 原來那首歌是歪文填詞時 你找林家謙 你找到我們的版權公司 譬如是華納的公司 或華納的公司 你才可以真正取得規則 因為可能林家謙也不知道很清楚 究竟我們的版權公司 如何代理曲詞和歌曲 是的 我寫了好幾年歌詞 才知道的一個概念 原來詞曲的版權是捆綁的 即是有時我們在商場廁所 我們會聽到那些琴 在彈琴的流行曲 那些Middy琴 我當時就問 這些純音樂 需要取得歌曲的版權嗎 我才知道不僅是歌曲的版權 原來填詞的版權也要取得 而有時我們在年宵市場 看到一些紀念品 印上歌詞印在上面 理論上他們也要申請版權 而他們也不僅僅申請歌詞的版權 例如你印外奸很多 反對我愛你的聲音 你印在杯子上 你就不僅是問田字仁 即是我,他是版權公司 你要問作曲,即馮允謙 那個版權公司 我沒有理解錯了 沒有理解錯 很正確… 我補充一下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版權時 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裡面會有版權公司出現 其實是因為他們想保護一些音樂版權 先包括阿謙 你其實很清楚 綠音版權也好 或者作曲田詞的版權也好 而當一首歌 原創形成時 其實是想保障 保護那首歌的所有原創人 希望在那首歌出版後 任何用途 都得到公平的收入版權 所以剛才阿謙提到 原來用一首歌的作曲田詞 你只用某一部分 其實不只需要接觸某一個人 其實是整體 大家都需要給予授權 而最後大家得到很公平的收入對待 其實香港有個協會叫Cash 作曲田詞家協會 其實本身有個網站 其實所有的版權公司 會將歌曲… 這首歌作曲是屬於哪家公司 田詞哪家公司 聯絡人是誰 其實它有一個引擎可以搜尋 其實是可以搜尋的 而搜尋之後就可以經過那些公司 但當然…假設… 假設你說原來… 剛才Sika說 我不知道怎樣找Malithu Air Port 但好像找到網站也找不到 原來你認識她的 可能你會打給她 如果她本身沒有簽任何公司 幫她處理任何東西 她說是,你便可以用 但如果她說Mika 原來好像阿謙所說 阿謙其實她簽了給Nicol的公司 如果你打電話給陳詠謙 我想用你剛才反對模校的歌詞 而歌詞部分 阿謙就告訴你 我給你聯絡,你去找Nicol 我公司是她管理的 因為嚴格來說 我說得沒有法律效力 對 我說得也是口講口陪的 因為真正的歌詞、版權合約 是在我的版權公司 就像你朋友Sika 我想用你的歌詞 你可能答應了 但你公司可能說不行 那怎麼辦 找Nicol 對,所以有時是一模一樣 例如想用你的聲音 也不一定只能問你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 有時候找不到 其實不是一個藉口 因為Cash的網站很公開 而且裡面的資料很齊全 有電話和電郵 你按在網站上,你就會找到 歡迎回到音樂系 我們今天請到小貓 Tony和舒老闆一起 來分享他的新歌 就是You are Gone 當初為何會製作這首歌 我們本身是在刺激看見 然後就變成朋友 直至…你說了,去年… 去年我們一起參加舞台劇 中間在那裡聊一聊 不如寫歌吧 約了上我們的樂隊房 一起享受一下 就是這樣開始 對,大家很喜歡一隊樂隊 J-Rock的樂隊 我們用方向來寫一首歌 然後舒老闆說 你們兩個浸脫完全沒有歌曲 對 對,然後說不如… 他說自己的手是有Pandora的鎚 有我的鎚 其實我通常都讓大家自由發揮 不過歌曲的歌曲 就說他寫回來聽聽 為何又不小貓,又不Pandora 好像應該有你們兩個的特色 我有好奇 我在Credit上看到舒老闆 也有份參與作曲 中間有一段英文那段 當你收到的表演時 你已經覺得要加上這段英文 還是要錄下的時候 錄下… 其實有時候錄下錄下 到那裡… 譬如這是第二次歌曲之後的那段 你發覺有個獨舞台 應該是歌曲還有東西 讓大家的耳朵聽 覺得好像差一點 就想想,不如加上這段英文吧 如果他們加上街給他們聽 他們都可以 那段寫的時候已經覺得是英文 我覺得是英文 不如你填一點英文吧 Tony,不如你填一點英文吧 整個語言加上氣氛 轉一轉,令耳朵清新一點 所以你就找了你的隊友 去寫那段英文 沒錯 就不找T-rex填了 信不過他的英文 不是,因為… 因為可能他是Gans T-rex 為甚麼哄,看看你跳不跳 這個哄,不能打到 那時候是… 因為阿勤平時寫一些英文磁 給我們的模式 所以一想,不如阿勤直接寫上 反正我們一起寫歌曲 他會比較清晰 所以跟T-rex聊天 不如我們寫完英文 加上中文,看看你有沒有問題 大家寫完出來,大家都… 這件事很即興 其實很快 一唱完,你再過去聽聽 你好 然後正經錄了他,讀了 然後他來到補小歌詞 大家說不如你再錄吧 所以英文一邊是… 小貓一邊是Tony 其實主要的詞是圍繞著甚麼 最想表達甚麼 因為自己在上半年尾 自己在情緒上都有問題 也想跟觀眾分享 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和Tony聊過 然後再一起告訴T-rex 然後消化了,用這個歌詞表達 裡面隱然有個愛情故事 我好奇的是有些時候 歌手有更大的問題想說 但用愛情包裝 有點唐衣 這次的故事是真的想說愛情 還是這個故事是唐衣 其實應該是唐衣 其實這首歌原先是出場順序 可能是遇到不同的人的時候 因為人生不一定是愛情 可能是朋友也會 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又會有朋友來,亦會有朋友去 也會想表達 觀眾現在開始聽起這首歌時 可以再發掘多些不同的層次 原來裡面有層次 除了故事的層次 我知道在錄音的時候 Leis有些女生的和音 其中一個好像是你的經理人 對,這件事又要交給蘇老闆說 這個又是在那天 那天我們寶寶說唱英文 又是覺得聽起來 為何可以令這首歌 有一件事,大家除了… 挺好的一件事的合作 仍然覺得差點 有甚麼…很久沒做過的歌曲 突然有男生的聲音 但又不是和音 其實也不是和音 所以立刻又問Elaine Elaine也是唱歌的 她是她的經理人 不如你唱我街上吧 她說好,全部都很隨機 她剛好當時… 唱我街上 在工作室跟你一起去 對… 你就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你可以這樣說 或是叫做識者生存 她的經理人 節省一點時間 不是適應的顏色 而是會唱的顏色 對,沒錯 然後是劇集的唱的一個街 然後問問Tony 有否像你們這首歌曲 那樣的年紀的朋友 然後我找了我們樂隊的鼓手 即是我弟弟 他的小學同學 因為之前也有一起唱歌 說我會想買東西 他說不如一起玩吧,試試 他就二位不說,來吧 你們的音樂影片 我看你們都是去台灣拍攝 是否一收到這首歌 就說去台灣 其實因為本身跟Tony 去作曲的時候 已經看著日本對樂隊去寫 而且之前也會看Pandora的作品 有日本的音樂影片 這首歌的感覺又是很… 很清粗地 又有天… 雞翠火 對,又有天空的感覺 所以不如去台灣拍攝 攝製隊的導演 也是去找台灣的朋友 對…全部都是台灣的 只有我和經理人飛過去 其他都是台灣的朋友 因為他拍攝時 原來台灣的朋友 不太能夠接受甚麼 出秦順序 對… 他說我記得你打電話 不如再想起歌名 他很乾燥,我今天才會問 是 原來他們有問過 其實你不太相信 是甚麼意思 他沒有這句話 但你知道很多廣東話 我們會合作一句話 大家會明白 因為導演也想了解更多音樂影片 而且他聽這首歌時 可能始終是廣東話的歌詞 台灣的朋友未必聽得懂 他只能透過語氣去了解 所以他會更多問清楚 但當時他問到這首歌名 好像…他不太認識到 那一刻我就問 他會否找一個更簡單 或是否有另一個方法 可以表達 所以我也有問書老闆和Tony 問完,大家可以再問T-Rex 是 他有多擲幾個選項嗎 其實當時也有 他擲簡單的歌詞 然後叫You Are Gone 後來T-Rex也自己掌握了 他還是最後想叫You Are Gone 不如我們現在聽小貓唱這首 You Are Gone,讓大家聽吧 我跟她們不敢聞到 不太認識到 還是要維持到 你很招待 但我會知道 我會否取得到 你不做得要 因為我會否取得一你 再加重點 我會否取得那一年 如果你會否取得到 我會否取得那些 容量 梁崇智哥一對的人 姓叔後先走 說你我會更欺騰 力言進語退場,亦已暗 劇本演出一半 吵了歌 有著誰伴我,狂盡幼稚一段 只換誰伴我世,未天靜一段 當角色燈牆要轉 當角色燈牆要轉 主角若可能抱怨 醉山次序哪有自選 如今從智哥一對的人 姓叔後先走 恨你我會更欺騰 力言進語退場 夜已暗 劇本演出一半 假到我不敢 人人曾放開 等對的人偉憨思 狂聲覺沒法再向你暴徑 就算再次進場 但語句 都不出當典口吻 臂也好 很想連你都沒有 味道又不上 粉絲的印象 還有一些 衝突 在胸上 都不上 才是 每個步行 都不上 更換 風埔 中文字幕提供 謝謝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